台股方面大盘在这个星期可以说是气势如虹 创下了六年半来的新高 可惜星期五因为法人卖超拉回到9273.79点 但是基金经理人还是认为了 类股呈现了良性轮动 投资人不用太过悲观 而证券业者则是说外资偏向保守 投资人下个星期可以多加留意有股东会行情的股票 过去几天台股涨势亮眼 花旗正台股分析师古月寒更喊出台股上看万点 可惜20号法人联手卖超股市回档 但基金经理人还是对台股有信心 其实台股仍然是呈现一个相对高档的位置 虽然说大盘指数在相对比较高位置 可是目前类股轮动其实相对良好 所以我们认为在类股轮动 仍然是一个处于相对一个健康的部分 此外证券业者也分析 在外资期货多单减少的情况下 台股在下个星期可能出现正当行情 不过投资人还是可以留意 有股东会行情的相关股票 外资对整个后市区域比较保守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也对于整个盘市 可能也要略显观望 那我们看好的族群 大概还是有即将召开这个股东会 可能会有所谓股东会行情的一些个股为主 不管是基金经理人还是证券业者 依旧对台股后市信心满满 台股能不能在下个星期攀上万点高峰 投资人也都引颈期盼 零魂晚报 林伟霖台北报道 拜托北报道